在电影《美国队长3》内战中 电影的一开始 黑寡妇就已经察觉到了一丝不对劲 所以她才会对《匪红女巫》说 小心谨慎 观察四周 必须成为你的本能 后来也确实验证了她的这句话 正是因为《匪红女巫》不够谨慎 没有细心观察周围的环境 才导致了悲剧的发生 也间接引发了内战 那么很多人都不知道的是 黑寡妇在电影中 原本还有一场与黑豹 地查拉的对手戏 非常重要 让我们先来一睹为快 那么本来这场戏 可以向观众揭示 黑豹既有虚心的特质 同时又有着超强的斡旋手段 譬如她虽然说过 对政治不感兴趣 但这并不代表她不会玩政治 能在短时间内就把东宾 从联合国手里引渡回自己的国家 这就是一个很好展示 黑豹有手段的例子 毕竟她可是从小 就被当作国王的继承人来培养的 而这样看来 黑豹也是极少数的 能让黑寡妇吃憋的人 不过很可惜 这场戏后来被删掉了 不过很可惜 在这场戏后来被删掉了